悠悠转醒的小秘书 疼痛瞬间席卷了大脑 全身像被碾过一样的疼 头也因为宿罪要裂开了 但他意识到更重要的问题 他身后有人 这是成年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但是他想当缩头乌龟 毕竟两个人真正在一起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更何况他不相信总经理真的喜欢他 也许这一切只是大少爷的一场征服游戏 两次 可爸总不知道原因 只知道他的小秘书逃跑了 他现在必须把人追回来 可是真正想逃避的人 又怎么会是一个电话 几声敲门就能出来的呢 总经理像游魂一样 不停地徘徊在小秘书家的楼下 他不明白 怎么一夜之后什么都变了呢 两个孤独的人 就这样各怀心事地熬过了这一夜 第二天 小秘书找到秘书室的姐姐 他坦白了 自己喜欢总经理的事 因为知道其中的厉害关系 他选择离开 这并不是逃避 而是为总经理好 至于自己的感情 他可以忽略不计 你觉得大家会怎么看 下次机房的总经理 跟一个小秘书搞在一起 更何况 那个小秘书还是很难的 他没钱 没事 没背景的 姐 我觉得总裁那段过得了 我希望我的存在 身为总经理的负担 很快 秘书姐姐就把小秘书辞职的事 转达给了总经理 当看到小秘书 认认真真记录的保命秘籍时 总经理情难自禁地哭了 他不明白 为什么明明喜欢自己的人 却要离开 没法接受的总经理 再次来到小秘书家 正好带到一只未缩的小老鼠 我就这么让你没有安全感 你喝醉你不让我讲 你提醒你不让我解释 总经理对不起 你我优秀的人多的是 你再找一个我们就好了 老师 我会不使用你的 总经理 我真的很不OK 这次总经理真的没办法了 他只能出此下策 只要能把人拴在身边 他可以不择手段 还是继续做我的秘书 我知道这样做你肯定神奇 但那是我留你像很唯一的办法 要去处理